大概一分钟就学会了 可是你们不懂 那用在日常生活上 那真的是说用无穷 那我们还会再教什么呢 这个 这个 小孩子A道 大人也会A道 那小孩子A道的时候 看到 就A道东西 耶耶耶耶耶耶耶 哎呀 不能怪我啊 我同小失学啊 不能怪我 好 那 有一次我在做议诊的时候 在社区 他们刚好在教什么 哈姆尼克 人家急救马 那我们就在笑 怎么可能 怎么 这什么时代 他叫哈姆尼克 因为哈姆尼克他有很多 很多不行做 小孩子怎么做 对不对 第二个孕妇怎么做 第三个个子便利大 你怎么做 你根本放不动他 那其实在我们老祖先啊 留下很多很多的一个经验 那比如说 诶 我曾经好几个案例 那他一次弄到 不透了 那一定要找医生 帮你抓出来 蛮安全的 那有的人呢 有的人是用这个 什么饭团 还有人用厨 当然啦 只要等他下去 都是很好 那这个 曾经有个医师教我 说 刘老师 不要这样子 其实这个 我们有一个穴道 你狠狠的给他吃一下子 突然间那个东西就不见了 我说有那么神奇吗 那我就 教了很多人 那有你们跟我回报 诶 诶 这个在楼下吃饭很不舒服 跑到楼上就好了 那其实是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这个穴道里面 那个穴道是专门在管我们这个火龙这个区块 它会一松 你想象不到 那我们 我们呢 之前 我们这个 等一下我们会做试验 这个 这个我的学生 他老板 也是 那个鱼翅翅道 然后 他就用他的方法 诶 就觉得 诶 怎么不见了 不见了以后就觉得 不对啊 对不对 一定是在胃里 然后就到各大医院去检查 因为他还不放心 要不然跑到胃里会更糟 结果检查也 检到没有什么结果 那等一下我们来分享这个东西 那我们呢 每个人都有拿到急救针 这个急救针啊 这个 诶 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帮他 慢慢折慢慢折 折出来 一个人有两支 有两支 只要你会用当一支你就救得平命 诶 你要慎重 你一定要摆在 这个 看得到的地方 看得到的地方 那顺便呢 这顺便里面我有个小图 你可以按照图来做 那万一呢 你有几个情形 第一个呢 你如果是快要中风的前兆 也是有效 那高血压 我们最近救过很多人 嗯 也相当有效 那很多人中风啊 嘴巴会歪 诶 其实你放个血 在耳垂放个血 或是在我们的这些放个血 诶 他就 他就整个就 就马上好 你想象不到 这个叫什么 我们有句话 叫做不可思议 不能用你的脑袋挂起想的 叫不可思议 那现在我们传承的 也是不可思议的开关法 我稍微来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人 这边 我一看 大概 是新人 不认识我 我稍微介绍一下 然后呢 我们会来做几个运动 那我们最 这个 可能在外面 你绝对没有看到 这个 鲸鱼运动 鲸鱼白尾 那每个人都可以做 我们特别训练的一个 这个魔鬼训练的一个 做起来很漂亮 不用急 不要脱衣服 不用急 让你表演 还没到 那 我们不需要讲快 我们需要每个人都会 讲快没有意义啊 每个人呢 比如说这个运动 派五个人来 他的缺陷在哪里 你回去就改善了 我们不可能每个座 每个座 我们这个八个小时都不够 那 这个 我稍微介绍一下 来 我在旁边介绍 我快的介绍一下 这是 我的经历 我1951年 我近年 62 63 那 我也学过整集 那 我也学过经络 那 我最上场的就是开关疗法 开关疗法 这是 这个 全世界大概没有这个书了 这个书就是我自己 自己的 那些经验 还有我们叫做 遗留下来的 这些经验 我把它汇总 像土皮针 阿世穴 这个是一个 目前 全世界都很想要的 这个 这是 我这个 前任道的 创办人 那 我是很尊崇 那 为什么尊崇呢 实在是他的经验太丰富了 我们就拿几个经验来讲 这是他的一个经历 他是学西医的 由西医进到我们的这个自然 自然医学领域 这是他一直在跟我们讲 给我们概念的两个案例 这个有一个人竟然开刀 那在胸部动不动就开刀 那开完刀以后呢 因为这个有一天被哑巴了 那全世界没有人意对了他 但是他很清楚的 他很土地的 他因为他寻盖这个中医 这个这个金诺 这个是真正的 这个信奉者 他说他的任慢被切断 那当下他就用这个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 用一个维他命 B1 跟 B6 做成了一个糖衣钉 就给他吃 他马上就可以说话 这就是自然的 顺势疗法的那种魅力 那其次他还碰到一个 这个因为疗法 突然变这个朱头瓶 那他要告这个美容院 可是找不出理由告 那后来呢 既然发现 那我们教授很聪明 他一看就知道了 这一定除了同类疗法 没有办法治疗他 他就拿着他 这个一根头发 然后到 这个当初朗法太监 用什么朗法器 然后就用那个有毒的朗法器 拿回去做稀释 然后给他喝 大概三个小时 那个 那整个点就恢复正常 这个真的是不肯思议 其实 这是世主人 他 教授不可能骗我 他也不可能夸张 他自己的这个忍耐 真的我很幸福 原来啊 这个外面的 外面的这个 天空 还那么大 我们经常以为自己已经到了我们的层次 这给我们很多训练 其实 这是我们 同类疗法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这个 我必须要播一次 对 因为感恩 这个 这个 宗教授 他之所以会讲 解释道一定有个理由 那我们很快速的 再播一次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在三四年前 他的一个 我们把他记录下来 解释道的来年啊 是 是 是受这个 我 我在那个 永总做到 那个 真旧科 创立真旧科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就 我受这个 李小龙的 绝权道 的影响 李小龙的绝权道 他是说 他把所有的 中国的武术精华 都集中在一起 在身上 然后 用他的弹出 那么就 发展出他的绝权道 那绝权道 就是 就是 他说 他一击出钱呢 就要 就要打赢 所以他这个 解释道叫 恭喜全球 那么 还有人 很大的一个影响 他造成 我们中国人 外国人 他叫我们中国人呢 就是说 都会 都会 中国人公布 没有这个 误解啊 是吧 那所以我 我就受了 这个影响了 我那是我的 研究 这个 中国的 证据 啊 所以我就讲 那么 那么 就 他叫绝权道 就去解释道 啊 所以就解释道 那我同样 我是收集 中国 所有的 真旧的精华 和家族派的精华 那么 那么创造出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啊 那么 他这个绝权道 他的 民众绝权道 但是 他的基本 所以 延出之 呃 远圈前 远圈前 随來到 我这个节省道呢 节省道呢 是 是 刚刚上出生在哪里 出生在中国的 基本的中国的拯救 所以 有义学同工资料 所以去 借用他的名字 这个就是 节省道的来源 其实宗教授他创立节省道 大概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呢 因为在台湾的针灸 可能就没有人了 要断层了 那为什么呢 他训练了八百名的中西医的医生针灸 最后敢拿针的 既然只有七个 百分之一都不到 可能就要失床 那第二个呢 他认为啊 这个 这一套 一定是要一个很简单 而且 这个普通大众都可以学 不要只有医师 那时候的医师的学费也是 在三四十年前 学费 是大概三十几万 可以 可以买 买一栋 一栋房子 那时候 那代表呢 他是学的人也很多 那么多人在学 那我好几个朋友也在学 然后最后也没有用 他最后改用光疗 不知道为什么 他也学三个月 那其实这个中学 这个叫做画面这个洁针道 其实啊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那其实是他四十年 这个累积的一个临床 主要是临床 所以呢 他觉得 如果说 要推广啊 那就找到我 那当时 我们在这个 罗斯福路 见面的情形 那这个 其实洁针道 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 信息平利共振 如果没有谈 就信息的话 完全无效 所以在洁针道来讲 我们像这个 已经开发到 没有用真的针灸 那他的力道不要很大 只要那个力道足以 让你感觉到 有点感觉 就是 那就已经达到了 所以呢 我们呢 这个 经常我们啊 这是我自己发明的 开右关 开右关 所有的病 都差不多 开右关 那最后我要再加一个关 就是神冷 因为呢 神经系统没有捧电 还是不行 那开右关 以后 有空的时候 我们一个一个教大家 这个教授啊 在一天中前啊 他一直啊 知识念知啊 他提出了一个开关理论 他认为啊 一个人生病啊 是大脑 或是某个机关啊 把他的开关关掉 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呢 他的病啊 就会 那个治愈力就会提升 就会 那当然 我是不相信这些 因为我 总要的是实证 但是他这么讲 那我觉得我放开所有的资料 目前全世界他有 有写开关理论了 只有我这里 目前全世界只有我这里 还有俄国 俄国写的很详细 可惜俄文我们看不懂 如果看得懂的话 他可以给我很多的一个 方向 这个 既然在法院前任道 一定跟针灸不一样 第一个呢 我们呢 那处理这些病患 我们绝对 尽量避免 哦 抱歉啊 尽量避免呢 我们在痛心上 哦